上面有相當傑出的表現 尤其是他在整個微創治療裡面的 有關於如何做肌憲症、肌瘤 這些修學的紅河有相當的技巧 所以像上個禮拜我們在EARCAHN所舉辦的訓練班裡面 他是最受歡迎的獎者之一 所以他在整個教協上面都有相當好的成果 我想今天講這個題目有關海浮刀的比較 包括在兩種裡面 郭醫師兩種都有親自的去體會到 我想今天他是最好的一個speaker 跟我們報告一下這兩者之間的比較優劣 還有整個細做這方面的這個治療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歡迎一下蔡郭文貴 謝謝我們教授 李醫師也是我的老闆 老闆老闆的馬上 謝謝老闆的義美支持 今天比較的 其實這個講題本來是空的 然後那時候我去澎湖玩 然後突然那個就是好像這個講題是空的沒有人講 然後就很緊張 然後就到處問說有沒有人可以找個講題講 但是其實可以講的東西不多 那後來我其實正好在幾年前去了重慶之後 也有一個因緣戲會 正好又去了深圳 所以兩家海湖的時間又蠻近的 所以那時候自己有私底下做一個比較 然後就跟鄭教授提說 欸這個講題不知道可不可以 鄭教授說欸不錯 那就後來就臨時遇口了 所以準備的蠻倉促的 希望大家可以見諒 那這兩家呢 我都有幸碰到就是他們的創始 一個是王思雕教授 是張基前生 他是教授啦 但是因為他本身不是醫師 他是一位工程師 所以兩個人的背景都不一樣 那正好又有幸跟他們兩個都有點小聲聊這樣子 那所以知道他們公司未來的發展 他們的背景 然後發覺真的是不一樣 那我這邊要提醒 我們今天做的是 Ultrasonic的HIFU的 Deep Review Deep Comparation 但是不要忘記的故 其實在中國不只重慶跟深圳 其實北京、上海跟韓國 其實都有這種Ultrasonic、Ultrasonic 只是現在主流的是這兩台 那在這個比較的時候 我會分析個頭皮根 第一個就是操作上什麼差異 第二個效果上什麼差異 第三個這兩個到底關鍵在哪邊 我覺得一個關鍵很重要 但是大家可能都沒有 比較少聽到人家在講 然後我去的時候 發覺這關鍵是最重要最重要 導致兩個的差異完全分開來 然後還有他們的後勤的支援 最後就是他們未來 因為這個其實跟現在 因為今年開始進入海獨的戰鬥時代 各醫院可能都開始要買海獨民進海獨 那也在這兩個系統之間做選擇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粗淺的見解 可能也可以給醫院做一些參考 首先我們講到刀的操作 我們就先講重慶海獨 重慶海獨的操作 基本上因為王醫師他當年在 我記得好像我是1982年生的 就在那個年代的時候 他說他在用海獨 然後在燒那個就是 他們中國有一開化政策 所以在燒那個Veto的哈畢 然後他就開始做這個深度的研究 那個時候我都搞不好還沒出生了 或才一歲 然後就漸漸漸漸發展 我覺得他要做的是一體化的 就是說他要做很深度的 他把這個當成是我們復刻開刀 你復刻開刀有多大腫瘤來 他都要可以做的 所以你必須考慮到 10公分以上激流的效能 所以他整個為什麼會往趴糖的方式走 因為趴糖呢 他的熱量呢 雖然聚焦在子宮上之後 一趴糖然後他的膀胱 就是他不會貼在後面的spine上面 所以說他對於神經的這種刺激 傷害會比較小 那所以他整個就是往趴糖的方向去 模式去操作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實際在 那個營口長根的這個table 那要謝謝韓建民醫師 其實當年在這個setting非常棒完善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些設備 那但是海服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他其實整個設備體系比較大 所以一個醫院如果要setting這個海服 是養得的就是重慶的海服的話 那基本上我覺得坪效至少40坪以上 這包括是治療的坪效喔 不是外面一些接待的一些房間的 那他的是陽躺型的 所以他的那個海服盤 就是說從聚焦超聲波盤是由下往上的 那病人是趴糖的方式來做治療 那這個是重點 就是說在我們在買這個器械上 其實他就有很多耗材 這大家會注意到 其實在藍色這個水膜 翻起來下面還有一個白色水膜 我們藍色水膜是每一個病人治療完要換的 那白色水膜呢是一段時間之後 然後有工程師會來換 那水膜是換每個都要換 理論上是每個都要換 應該是都有換啦 那所以呢 這是一個很大的耗材的費用 那這個是如果你要考慮做重慶海服 購買重慶海服的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那而且我們要知道他的發工原因 我們這個看到的 把這個蓋子打開來 裡面有一個超音波 我們不是用這個超音波做超聲聚焦 是旁邊這個橘色的地方 他如果在發工率的時候 他有8塊超音波的盤 然後來做聚焦到焦點 那焦點如果從盤的邊緣往上的話 大概是13公分一方會產生焦點 所以只要你的焦點是放在壓克力塊上的話 你的手在下面其實是不會被熱量燒燙傷掉的 但是如果我們把焦點放在水面上的話 就可以瞬間達到60到100度的溫度 那這個可以有蛋白質的變異 達到治療種類的效果 那如果我們用硅焦的方式 然後用透明來看他治療成效 就可以看到如果我們做單點的功率發射的話 看到真的是有一個明顯的白色的熱量感應變化的一個區域 如果我們做連續發射的話 其實更明確 那所以這個可能在目前各位高手前面都是老生常談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把這個稍微勾訴一下 因為如果沒有把這個細節講清楚 就很難把床信跟普羅的差異做出詳細的比較 所以如果他還不到在操作前 其實我們有好多科目 我們會先做MRI 然後我們來看他的督普勒 因為如果說MRI情況下 這個是還好 這是ISO-Intense 如果是Hyper-Intense的話 其實在原廠上甚至都會做一些 用督普勒去看 或是說Ostosyntest 來看說他的血流豐富度會不會非常的高 這是重慶他在設計這一套的 所有從基礎的動物實驗 一直到人體裡面做的很完整的東西 那完畢之後呢 他會再去看定位 像這個呢 他的膀胱小小的 然後子宮在... 算是RV 然後腸子都擋在子宮跟肚皮中間 那我們在定位上實際上把那個水 就是膀胱請他撐撐撐撐撐大 因為我們發覺 我們可以讓我們的那個 就是Acoustic Pathway非常的好 然後不會說有傷害到腸子的可能 那這樣就會過關 不然的話在定位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過關 那如果是重慶海服的話 他其實會住院到 我們甚至有些地方... 我們是住院三天啦 但是有些地方甚至會住院到四天 那...但是他必須住院 他比較沒辦法做Day Surgery的部分 因為他要做很嚴格的Bowell Preparation 所以像我們是禮拜四治療 在禮拜一的時候 病人就要做很好的心臘脂飲食 然後把腸子全部都做很好的準備 因為他假設他是一個很大的腫瘤 他要發射一個很大的功率 那他就必須讓腸子不要有任何的氣體 那這個是我們在做手術之前 會做一個脫氣的動作 你看除了我們的腸子裡面不能有氣體 他的肚皮也要Degas 所以我們有很多很多的Degas的Detail 包含就是說我們在手術前 能吃的東西要單糖的 不能多糖的 然後我們的Anima也不能用Magnetal的方式 然後還有我們的Pre-OP的時候 包括我們的Fung、我們的Foly 這些全部都要把Gas排除 他必須很嚴格的把這每個步驟都做到 來保證他的安全性的療效 那完畢之後呢 我們就是這些步驟強行各位Frosher都經歷過 那他有個麻煩就是他有個水缸 所以他跨在水裡呢 你要擔心水缸的一些contentation 所以那時候不能有NC來 而且他這個病人也不能有一些STD Vental Tracking Infection 嚴重的啦 那這些都要 rule out 掉 那我們當然會因為有麻醉的情況下 我們會舒眠麻醉 所以我們可以做比較無痛性的Foly的Insertion 然後而且我們是真的是讓他的麻醉的情況 但又不能全麻 我們必須讓他有點半麻的狀況 不是半麻啦 就是說舒眠麻醉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就因為麻醉 我們就可以給高dose的Poxytocin 這個dose很高喔 是我們一般產科的5到10倍 所以基本上就是差不多10支左右 泡在一些裡面來打 那最麻煩的就是它是一個Dynamic Infection 所以我們在治療前的核磁共振 永遠跟我們治療時候的Altrassum 永遠也不一樣 但是Altrassum 感覺好像用藝術去拆說怎麼治療 其實子宮的肌瘤就在這邊 那我們如果看下一張圖就知道 啊 這是膀胱啊 這邊是一些Shadow 所以膀胱的形狀是這樣子 膀胱下面緊接著Service過來 所以子宮的Shadow是這樣子 肌瘤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地方是長到的 所以其實它有一些 因為它是Dynamic的 然後又有那個不大困難 所以它真的learning curve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來看普羅 普羅的話是張基醫師 他是交通大學的一個工程師的背景 當初他的指導教授呢 我忘了叫什麼名字了 他就是跟龍志堂教授在重慶發展海圖的 就是啟動一個的團隊 那他這個團隊呢 用他們自己的邏輯 然後發展自己的海圖 所以他們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我不是抄襲的 那重慶海圖的這一次是1999年上市 那普羅的這一台叫做2008 是在2013年上市 那這個208 它像剛剛那張圖一樣 它其實是可以 在做的時候 你看它可以滑手機 所以其實這個是講究一個舒適治療的狀態 那 我們那時候參觀的時候 我在2018年的大概11月12月過去 我發覺 怎麼頻效這麼低就好了 大概一個10頻20頻的就可以把治療的位置 就機器都放滿 所以你看它的治水 去氧水的那個製劑也比較小 然後它機器整台也比較小 旁邊有一台收納也不錯啊 因為我們那邊 我們的收納呢 是等於說由下往上的 那個收納比較沒辦法像我們 真正我們婦產科醫師在操作的時候 由上往下才對肚皮上 所以有個收納在這邊也相當方便 我覺得哇這個設計非常的好 那我們來看它的探頭原理 比如說為什麼兩堂的可以住 因為你就想像說這是一個大水盤 這個裡面的探頭呢 跟它的旁邊發工的 不管是 monitor 的超音波跟旁邊發工 就在裡面自由的移動 它可以比較往下伸 也可以進去 也可以往左往右移動 但是你要知道 它這個地方喔 盤性是固定的 所以它左右的移動沒有辦法很大 所以這個決定於說 如果你要做普羅海復的話 你要讓它的影像是 fixed的話 基本上它們治療都在七公非影下的肌流 因為七公非影上的肌流 它在治療的時候 它必須再去把這整個探頭再去移動 會造成它們治療上的麻煩 那你說這個探頭怎麼在肚子上能夠定位 你看這邊會有兩個雷射點 所以它就可以把這兩個雷射點對到病人的肚子上 然後去把它抓到肌流的位置 那肌流位置怎麼用呢? 我們可以先用超音波的這個探頭 然後去掃一下肌流大概在哪個位置 然後把連射點對到那上面 就可以對到肌流的中間 然後開始治療 那這個探頭呢 它不是八個半 它是 就是交通大學自己研發出來的 這是一個完整的一體成型的探頭 所以它跟重慶的那個原理是完全不一樣的 它在打水的時候不會有八個花半 它就是完全一體發工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喔 你看它這個裡面看到一個超音波探頭 它跟我們重慶海埔那個不一樣 重慶海埔那個是 直接內建式的 砍在機器的檯子裡面 這不是喔 你把這個拆開來 你把這個拆開來 這整個金鐘罩可以拿掉 我稱這個叫金鐘罩 裡面這個收納 是你自己把它砍進去的 這是一個萬用夾 你可以自己夾進去的 所以這個收納呢 你可以用Estat的 你可以用G1的 你可以用Philip的 但前提是 你看這邊有一個超音波探頭 這是這個超音波用的 它旁邊還有一個長的 往下拉 繞到床下面 拉上來進來 就是接到這個探頭裡面 所以它的好處是 它可以多個 不同的超音波都可以支援 所以仔細分析起來 它有它的好處 它有它的缺點 那直接用硅膠來看 其實打的跟重慶海埔的 焦點形狀也都不一樣 這是硅膠比較軟 但是其實它打出來的 其實弄過重慶海埔的 它打出來其實比較尖 它的下面會拖一個疑發 那這個就真的就是 明顯的湯是完全不一樣的 原理的超音波 那整體在整個Protocol 會有很大的差異 你看喔 它核磁共振弄完了 因為呢 它治療肌瘤比較小 而且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它沒有打高度的 所以病人喔 它的那個肌瘤的血流 相對也會比較旺盛 它沒有辦法去治療那種 hyper intense的 高血流的那種 所以基本上它在MRI下 它就selection 脈瘤馬7公分以下 hyper intense的 ISO跟hyper的 就是高血流的樣子 它就不做耶 所以是治療比較小顆的 所以它也不需要做什麼 DUF2跟Oxycocin test 再來呢 它的那個 就是Localization 他也會做 但是它的 Inpatient duration 時間就明顯比較短 而且甚至可以做到 當日的手術 為什麼可以做到當日的手術 因為它基本上 不太需要做 Boward preparation 所以有什麼術前啊 什麼要 清流自己吃 全部省掉 這個是我在東莞的 婦佑醫院 他們的衛照單 就這麼簡單 你看一下喔 這個 我 因為太寫了 我唸一下 最後一個 第二個是保持大便通常 治療前 治療當天 油脂飲食 以白粥溫水為主 但是不用前面又灌灑 跑來跑去 所以它 相對來講 變得滿方便的 而且它的那些 抵Gas的東西 的細節 也不用什麼 背皮肚子 跑來跑去 當然Unfolio的時候 是希望 那個 盡量不要 要減少Gas 但因為沒有水缸 所以你有不用管一些什麼 當然NC盡量不要有 但是只要有太多的NC 你先把水缸污染的問題 完全就不存在 但是因為它沒有麻醉 它完完全全的話 是沒有辦法做什麼 Handless的 Holy的 那它因為就 也不用麻醉殼 所以其實在那個 房間裡面是 one and show 一個意思就好了 不需要麻糊 不需要麻衣 這也是它節省能力很大的 不是 還有一個重點 它是一個fixed integer 這邊要特別講一下 它的Degust 我們想說 那我們的肚皮 之前要背皮 搞來搞去這麼久 那它要怎麼做呢? 其實它就把它的金鐘罩 對好 然後在放下去之前 它用那個J1 他說J1裡面不是有很多Air嗎? 大家印象很多Air 其實它就哪一個 我們那個尺 鐵尺有沒有 就在這邊 這就是鐵尺 刮刮刮 盡量把氣泡弄掉就好 就這麼簡單 所以其實呢 當初設想的一體化的那種治療 要很複雜的Degust 很複雜的Boward Preparation 你只要治療是小顆的 其實不需要那麼複雜 它一切都簡化了 然後呢 在針對這種fixed image 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它不會動? 因為呢 它是整個那個 大的水涼金鐘罩 一罩下來之後呢 它就整個就固定住了 它也就治療這一顆金流 它也不會左右移來移去 那它有一些按鈕 是可以AI智能式的 像我剛按那個按鈕 它可以稍微把這個圈圈畫起來 然後再按到步點的按鈕 它就按右鍵 按一個鍵 它就要步一層 再步一層 再步一層 它可以AI智能化的治療 所以當你按打下去的那一刻的時候 你會發覺 噢 它的這個一點一點一點的 它就自動治療 所以不用再像重新海服 然後要一點一點慢慢打 打到後來眼睛都有點 好像遭受太多藍光 眼睛都有點受不了 然後有些醫院會關燈 然後那個影像一直看 一直要盯著那個點 眼睛最後到時候都有點 好像快擺內障還清光眼的感覺 它可以避免到這種狀況 但是它還有一個問題 它只有300瓦 鴻慶治療的都是400瓦 所以似乎公率上好像稍微低一點 但各位 因為我去工廠參觀過 它工廠後面機殼一打開 在下面這個地方有一個轉軟 其實一轉上去公路就上去了 只是原廠它因為安全性的需求 它把這個公率設定在300瓦 它不敢讓公率上去 但是也不是每個人公率都可以上到400瓦 它只有給部分已經advanced的醫師 讓這個射線給把它block 就可以不用這個射線 那個是我2018年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在這兩年間 醫院內地的這種有海毒的醫師的進步 會不會各個醫院有開始 這個瓦泉被打開來 這我就不知道了 那再來的話 你看到最後肚皮 就不用什麼很嚴重的苦力 因為肌肉有大麻 所以不用再躺在趴躺兩小時 然後膀胱灌冰水 這些都不用了 所以其實整個過程都大大起來好 那操作講完 我們就來看效果 那效果到哪邊 這是一個我在重慶海服的時候 我為了比較這兩個 大概就把一些Case抓一下 這個病人是一個7公分的機油 這7公分的機油是鄧永斌醫師打的 大家也知道鄧永斌醫師是高手中的高手 所以他打的一點點快 那這Iso Intex也滿大顆 而且從橫線面來看 噔噔噔噔 不是一顆喔 他打多久 他總共打完之後效果都非常好 鄧醫師嘛 高手中的高手 Total時間只有一小時 這是7公分最大一顆機油 而且是多顆的喔 還要算幾顆 總共只有治療 Apply Time是400秒 那我那時候去浦洛海服 不好意思我去浦洛海服的那一天 我要結束的那一天 他們才開始把Case用上去 所以我在治療的前幾天 全部都是看傳統膠片 它是4公分的機油 因為那個醫師不是說一個Advanced的醫師 然後他可能也才幫治療 可能半年 所以他打的可能沒有辦法很快 但你看他就用280瓦 8層 這樣很明顯 他治療時間是976秒 跟剛剛400秒幾乎多了一倍 而且是單顆的喔 所以其實就知道說 效果上來講 其實重慶台服的 跑我比較強喔 那一樣是Adeno 我也抓了一個在重慶台服 7公分的Adeno 這7公分Adeno呢 Size是多少呢 是7乘5 然後是單顆的 那這個Adeno 做完 它是intrinsic factor 內深型的 你看它有點燒到內膜 但沒有關係啦 病人沒有要升 那total time 80分鐘 總upgrade time 650秒 80分鐘650秒 那如果是4公分的Adeno 在普羅打會多少呢 700多秒 總時間因為那時候 他們沒有記錄得很清楚 所以我沒有辦法把它總是用好 我只有upgrade time 那upgrade time 其實就是超過一倍以上 所以普羅海福在治療 的確效果會差一點點 那關鍵在哪邊 關鍵在哪邊 關鍵就在於一個是趴躺 一個是癢躺 這個比較舒適嘛 對不對 但趴躺會有一個問題 應該說趴躺 請問一下如果你要把一個人麻醉 要趴躺還是羊躺 如果是羊躺的話 要麻醉 你就要插管 不然就是up LNA 就是你要有protect airway的問題 請問這個可以讓他麻醉嗎 麻醉的話 他不但沒辦法看手機 他馬上可能就airway obstruction 然後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重點就是 他是癢躺 他就是沒有辦法麻醉 所以他不能幹嘛 他不能做這個 high dose LCC 你知道10IU 十肢打在放一千裡面打 病人會多痛嗎 會痛到整個肚子會痛到 會在地方翻滾的痛 這種東西是不可能 在病人兩躺沒有麻醉的情況下 打high dose LCC 這病人就沒辦法看手機了 可能會一直叫 那就是因為趴躺的關係 所以可以麻醉 他的airway是pattency 所以他可以用high dose 所以整個治療療效 不管是size 即使在同size的情況下 會有一個先天的絕對的差異 就是因為high dose的關係 他的血流會變得很少 因為high 他是一般dose的關係 就是一千裡面加一吃到兩隻 所以他血流沒辦法 非常的shincreate 所以他的治療療效會比較差 這就是裡面的關鍵 專題的關鍵 那在就是這種熱治療裡面 叫heatsink的effect 就是熱擴散的效應 如果裡面血流比較旺盛 你的熱就會被血流帶走 所以這就是決定 這兩個關鍵的手段 那我們再來看後勤 後勤的話當然是 葡萄海福是完勝了 為什麼像這張念教授 代理的整個葡萄海福的團隊 然後做很多文性的發表 也主導了IJOH這個論文的journal 然後還有裡面在跨海來 可以來支援的台灣 甚至全世界 就是這個跨海的團隊的醫師 雖然是年輕醫師 都非常有經驗 都超過50位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後勤團隊 那除了這個現場的資源之外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還有在國際上 他們有一個國際的一種資源中心 甚至你的問題都可以現場連線 那這個是 就是葡萄海福 現在完全沒有辦法做到 對不起 重慶海福 你總在 對不起 這個一定要糾正一下 重慶海福跟養得同時 在這方面配合 然後讓台灣的醫師做完整的收據 這個是絕對絕對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還有論文 這個論文我昨天去查 海福蟲蟲蟲265篇 從動物實驗一路路做上來 他不是直接跳的 他是從頭到尾 原創性的一個研究 而且他把重要的東西 全部論文都發表過 adverse effect 兩萬多個病人 然後這種 no sequence no treatment 這種class A 最基本的 complication 不需要搞的 雖然是看起來有事實 他沒錯 但是需要治療的 不管是 minor hospitalization major hospitalization 基本上都是已經 是千分之七以下 往下降的 所以這個complication 已經是 證實是一個安全性的東西 重慶海福已經給大家答案了 還有 pregnancy outcome 5公分以上的肌流 平均 那個 Sonicana 這片DJOG的 大概懷孕率是20%左右 400多個病人裡面 然後 好像70多人懷孕 那這個數字好像跟一般 正常population 一年有90%的懷孕 是比很多 但你不要忘記 他是肌流5公分的 他完畢還是一樣可以懷孕 這個data還需要大規模的去證實 但是至少 對於懷孕 大家覺得比較沒有理由 然後最後一個 long-term outcome 那這個long-term outcome 那這個long-term outcome 是 就是 他是在用三年的期間 來看一個 Follow-up 70個月的 這個long-term outcome 70個月什麼意思呢 就是5年以上 long-term outcome 的re-intervention 對 20% 他這20%呢 在有re-intervention 跟non-intervention裡面 有些是有統計上的意義的 年紀比較輕的 比較容易re-intervention non-perfusion 這個沒有 是size 肌流比較大的 會比較容易re-intervention 然後這個是 比較多subserosa 比較會re-intervention 比較多hyper-intense 會re-intervention 所以這long-term outcome 都出來了 那普羅的後勤 目前是怎樣 目前是屬於 因為我是兩年前去的 我知道後勤比較沒有 但是不要忘記了 普羅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他的learning curve 比較低 所以他不需要一個 這麼大的後勤的一個支援 然後但是他只要 一兩位一次來的支援 就可以把learning curve做到 因爲什麼 他治療的時候 影像是fixed 剛剛我在播那個影片的時候 Pume是沒有在動的 我們不會動來動去 他其實是很單純的治療 只要在7公分的盤進內的肌流 他就是一次性把他全部治療 那我們來看最後 他的未來 那這個其實 就牽涉到很多詳細的內容 就譬如說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他比較少更換 因為他的這個大水糖 基本上不太要換 但是他久久 可能一兩月兩三個月 需要把這個硅膠稍微換一下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他的治療的成本其實比較低 他也沒有什麼水缸的問題 什麼infection的問題 而且他彎面秀 一個醫師在裡面就好了 你覺得有疑慮 你還可以把這個sona 讓他去對一下 自己去掃一下肌流 那這個就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這個治療成效一定會比較好 因為他可以對於比較大的肌流 hyper intense的 然後有很高的oxytocin的濃度 然後把那個肌流的習慣 血流那種很少很少 然後做肌流的治療療效 所以簡單來講 我給這兩個評價就是 一個是牛刀 切骨的 一個是雞刀 一個是切雞肉的 那你說 這個油好有壞嗎 其實各有各的優勢 各有各的優缺點 剁骨的可不可以拿來剁肌 可不可以7公分的治療 17公分的治療 我可不可以拿來做3公分的 其實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center 特色特別適合放重慶海浮 因為重慶海浮 如果你今天要治療 你總不能來一個10公分的肌流 然後他ISO Intense 你就說啊 這個還是開到比較好 就是病人的選擇會稍微少一點 那如果你是在比較LMD的 舒適型的 醫美型的 而且病人可以接受30公分的治療 其實我覺得普羅海浮也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選項 那你說 那不能重慶海浮嗎 那當然如果舒適病人要滑手機做 當然也不錯啦 其實重慶海浮他也可以發展兩場市啊 但是重慶海浮他從頭到尾 就沒有往這個方向 因為我覺得是婦科醫生的思維 他完全就是用婦科刀的 他要等比例 我婦科刀可以處理 我海浮刀也要處理 他是這個思維 而且那時候在跟那個王志彪醫師教授在談的時候 他說他們為了要發展的就 他們是往核子共振跟海浮刀同時一體化 直接一起做為主的 所以他們發展下一個機型 雖然兩年前我跟我講 現在還沒看到 但他一定要往這個方向走 那普羅海浮要往什麼方向走 這已經出來 這就要3.08 雖然台灣代理沙還沒已經 但你看這個體型 你就知道未來要往核子發展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個很輕巧的 而且這個探頭也不會太大 其實看起來也沒辦法治療到太大 要治療到大也可以 你這個探頭要移來移去 但病人治療是舒服的 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是完全的不同路數 未來也不會走在一起 所以以上是我的分析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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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补充一下 那個郭醫師講得非常精彩 而且有很多意見我們以前溝通過 大致上看法大部分都跟你一樣 那我也很驚訝說你對他的分析這麼透徹 那我自己本人 我自己在重慶海湖我大概去過十幾趟 那普羅海湖我只有在前幾年 曾經去浙江大學附屬第二院看過他們操作 去深圳普羅我也只有去過一次 那你就告訴我說 一個比較像那個簡單方便型的走向醫美 那個方向讓病人甚至day surgery 一個是就維持在我們的老方法 這樣要三天兩個月以上的療法 但是他能做的效率更大 不過我最近比較驚訝的是 台灣郭仲俄有沒有人來 因為郭仲俄是台灣第一個引進普羅海湖的人 吳孟興教授還在嗎 吳孟興教授 還在這裡 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你的 因為你使用的普羅海湖很多案例 然後那個就是說我最近聽說他們已經做到15公分 那我知道原廠好像不只大陸已經做到18公分 20公分 就是說貝子他也去面對這個大顆的普羅蠟 這大概就是移位嘛 就像我們做第二計畫一樣 我們有時候做兩個計畫 從現在我們做兩個計畫的話 也可以做更大的 就是或者寬度超過12公分的 我們也是要移位一樣 他們也朝這個方向 然後他那個瓦數現在到500瓦 今年已經上升到500瓦 但是他們500瓦是用在Keyneson 就是他們對一般的不開放到500瓦 那所以對你也還發現他那個設計畫在後面 真的很厲害 然後所以實際上就是說 兩個真的走向不一樣 所以他這個RELEASE說他不是超級對方 他們兩個原理不一樣 而且他那個打法你沒有提到 他打法是我們的是一個點一個點 打一秒或者兩秒休息幾秒 他那個是你按下去以後 你他設定電腦設定好以後 他是打0.1秒這樣去瞬間去打0.1秒 那一圈打完之後 你如果RELEASE是再按一次RELEASE 他就再幫你全部打一遍 確實就像你那時候講的說 一聲輕鬆很多 這各有他的真的是優缺點 但是如果以目前那個 我們打習慣衝進海域的話 是我們目前這樣操作 是覺得也不相當好 那時間上我可能覺得 好像快一點點 我感覺啦 那是因為我沒有 還沒有操作過那個普羅海域 是不是請你經驗豐富的人講一下 可以嗎 直接請他講一下可以嗎 謝謝你 知道 我們不...